首先,關於耶路撒冷的會議 雖然聖經沒有這麼說 不過當時是討論到外邦人 需不需要跟從舊約的禮儀 在二十節裡就說 只要寫信,吩咐他們禁鑑偶像的污衛和奸淫 並勒死的生竹和血 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 有人傳說,每逢安息日在會堂裡眾讀 這裏就講到一件事 那些外邦人 十九節那個講道 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那歸伏神的外邦人 就好了 吩咐當時那些 歸順了 歸順了 剛剛順了耶穌的人 順了耶穌的外邦人 是的 第十節那裏就說 現在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法能父的 握放在門徒的項上呢 即是就講到 不是將舊約的東西套在新約的信徒身上 其實在哥羅西書也有經文說到 無論是節旗、月索、安息日、飲食 不要讓人在事上論斷你們 因為這些是後事的影兒 這是在哥羅西書說到的 即是這些舊約的禮儀 這是基督的影兒 即是後事真正的就是基督 即是這些舊約的禮儀 包括這些 所以我們今天犯了罪 我們不需要拿一隻牛去獻祭 我們不是跟從舊約的禮儀 但是在二十節說 寫信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烏尉 這個偶像烏尉我們也不會有 奸任我們也不會做 還有勒死的生畜和月 勒死的生畜是在舊約的做法 然後他就解釋一個原因 二十節他說 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 在各城有人傳說 每逢看思日在會堂中讀 他的原因呢 他就不是說這些事 即是關於禮儀那些 是絕對我們要跟從 而是個原因就是 摩西的書在各城傳說 在會堂中讀 即是他們已經 以猶太人習慣了是這樣 如果外邦人 他們會吃那些勒死的生畜 他們就會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 對於勒死的生畜 的確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根據這個經文 就覺得 這個只是因為初期教會 他們那時候 在很多接觸猶太人的信徒 那些人聽慣了摩西的律法 所以我們就不要做 在當時不要做 但是今天已經沒有這件事 另外有些基督徒就覺得 這件事就在聖經說到 血就是神 生命在血裏面 那這個血裏面是什麼意思呢 到底是血裏面的生命 因為血是預表基督的贖罪 所以我們 即是說 這是代表動物的生命呢 這個事實上 有基督徒有兩種看法 有一種看法 就是今天也不會吃豬紅 這些血的 也有些基督徒也覺得不重要 這個只是當時來說 叫他們不要判到猶太的基督徒 我們來說 你可以有你的感動 你又不需要吃豬紅 不過如果有基督徒吃 你又不需要很大件事 又不需要告訴他們 你現在犯罪 他未必是犯罪的 牛泡五成熟也有很多血 是啊 如果你說到 不是 豬紅是集血這樣做的 的如你所說的 是對的 如果你說完全一滴血都沒有 你沒辦法能夠做得到 你怎麼能夠把那些肉裡面 一滴血都拿走 是不可能的 所以總是會有一些血 是會吃掉的 所以這個 是否一個絕對的東西 還是一個禮儀的東西 就是一個教導 那我就覺得 第一 你自己可以有你的感動 但是我們不需要去限制別人 那也有時候 有些人現在 會很多時候 跟從猶太人的節旗 在哥羅西書有講到 不要因為這些事而被淪亂 寶萊是答過這個問題的 我明白 他說飯物都可以結淨 飯物都可以吃 是 不過你因為那個人 他覺得不可以吃 你就因為他而不好吃 就是說其實 吃不是一個問題 只要你不要當 你覺得有這種一回事 是 對 所以我們裡面的比樂 就是世界那麼大 所以是可以吃 不過 就是我們的死心 對 你看情況 就是好像 有一個例子 比如你說 我用一個例子 我明白 比如有些人的家族一起 去拜偶像 拜完偶像 那些是分豬肉 如果我是在那裡 我一定不會拿 我主要說 那樣的食物本身不是有問題 是的 但是你說 那些人看到 會覺得有半島 那你就因為那些人而不吃 譬如 也有很多小朋友 他們信耶穌 但是他們家人 永遠是拜偶像的 那他們有時候 他們到了節旗 所有的菜都是拜過的 是的 那時候 他不是一定要不吃的 就是根本他家人 都沒有這個觀念 我自己就覺得是這樣的 如果你的家人 都沒有這種感覺 你就照樣吃 就不用做什麼 但是你覺得你說了 就照樣做 就是你 怎樣處理 都是一個OK的 總之不要讓他覺得 我們是辦偶像 就是OK的 就是你用什麼方法處理 OK 我不覺得 當你吃了的時候 是會帶來邪靈 或者什麼 主要就是 會不會引致別人 不會呢 但是 如果有人 以為邪靈有力量 而是吃 就會招惹邪靈 但其實有時候 就是說 吃的時候 這樣 又有問題 不吃的時候 他們又說你是固執的基督 所以就是說你吃 你做的時候 會不會判到別人 這個就要你判斷 就是你判斷 怎樣做法 我們總之判斷在不同的情況 我先講一個經文 即不同的情況 判斷我們怎樣做法 《哥羅西書二章》十六十七節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 或節旗 月索 安息日 都不可讓人亂亂你們 這才原事後事的影而乃形體 乃形體卻是基督 即是說到飲食 節旗 月索 安息日 都不可讓人亂亂你們 因為這是影而 後事的影而形體 是基督的 即是這個只是預表 所以這些是 我們基督徒是不需要跟從 如果需要跟從 普羅就會說 你們要跟從 但是 《西書二章》的確是沒有叫我們跟從 《哥羅西書二章》十六十七節 《哥羅西書二章》十六十七節 但現在也有很多人跟從 你可以另一種心態就是說 他會幫我們想回 神的一些的恩典和計劃 工作 又可以的 只要他不要覺得要做這些才行 不做就不行 即是不要把它看為律法 譬如我曾經接觸一個 在宣教的時候 聽到一個人 他傳了一種教導 叫人現在守安息日 那麼他就怎樣呢 他們真的是 禮拜六就守安息日了 他們的教會也都 很多天轉了禮拜日去聚會了 那麼他就勸那些人 你們每個人都這樣做 是好的 他說那天安息真的很好 那麼他就一直去 就是鼓勵這件事 並且就是 叫基督徒走在一起 就是誰願意來聽 他最初不是說這件事 他最初說 你來我為你祈禱祝福 怎知道他又是說這件事 他一直說 我就覺得他越說 他好像說 你想有很大的祝福 你就要跟回這些禮儀 那當時來說 我覺得真的一定要出聲 那我就站起來 我用這個經文 他沒有回答我 就是 他的聖經是說了 如果保羅想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你做了這些 你有額外恩典的 那這個就會有問題 就是好像你做 好像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做的都是不夠 你再做到一樣 那你就會超然一點 那這個就變了有問題 但是 如果有一個自由的心態 我喜歡跟 那又沒有問題 我喜歡跟 我都說你們可以自由跟 不過我覺得 不要捍衛一個 現在我們基督徒的律法 或者是更多恩典 如果是的時候 保羅應該就不要這樣說了 他說你們要跟從的 就是如果你想得救 要跟從的 你要救他 是的 但是聖經是的確沒有這麼說的 但是這件事情 我們 就是又不需要去跟那些人去辯論 他有感動他做就行 不過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我會跟他說呢 因為他簡直說 就是說你這樣做 你就有額外恩典 他就很想那些全路人過去 就說 好了我們教會就轉了 安息日聚會了 他想那些全路人去回應 把整個教會轉了 即現在其實都有這樣的運動 是想把那些教會轉回 舊入的模式 星期六 對 星期六 星期六是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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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鬼的孤有吃主的賢責 又是吃鬼的賢責 是的 這個經文所說呢 就是如果你有這種 跟鬼相交的心的時候 但是呢 聖經是也有講到 保羅也有講到 梵物都潔淨的 即聖經是有講這些 即他這個所說 你真是跟他相交 但是的確保羅也有講到 梵物都潔淨的 即是是梵物都可以吃的 梵物都可以吃的 梵物都可以吃的 制過了之後就不吃了 不是的 保羅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照吃的 除非有人告訴你 這樣的時候你就不要吃 因為他的緣故不要吃 他說有人請你吃 你就照吃 不用問的 你照吃 如果有人說 那你就因為他的緣故 就不要吃了 我們會不會吃 他吃那些 就不吃了 看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